我说回我的灵异事件 什么叫灵异事件呢 就是灵智 今天我真的要说一次 灵智大概我知道有个名字是什么的 但我到时候在命名的比赛 大部分的名字我都不太喜欢 但一个名字我都会用的 但我没有留下名字 但我又有他的电话 我会WhatsApp 假如我真的采用他的名字 到时候他就会得到 3-2的佛跳场 红烧翅 或者我最喜欢吃的金汤翅 这期我喜欢吃的金汤翅 他说什么灵智 不是 我再说一次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 就像我已经说过 我的灵智是100包 但是看上去是50包而已 要倒出来数 你才会数到100包 稍后我再说为什么 接着客人上来 我给你说我想买一包灵智 说个比赛 他说你上次只有100包而已 我数到只有50包而已 我说不是 你要倒出来数 才是100包 接着他说我倒出来数 50包 我说我已经立刻生气了 我说你没有看过这个节目 他说有点像 其实并不是集团看完 看不到10次也不奇怪 我说你没有看不到那集也好 我已经说了100次 关于这个话题 我已经说了100次 OK 接着我就拿一盒出来倒 数了给他 当然一倒出来就知道了 100包 他还说 我说我解释给你听 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以为他有50包 不是我真的有刀出来数 我说你老母 那句就扎着我了 你还在死撑 你什么人就这样扎着我了 死坚决不肯收那包 是没可能的 记不过我上次说过 有个女人打电话给我 我说给你 那个只有50包 我说不是100包 你赌出来数 他说不是 我赌出来数 我说那好吧 不要紧了 你拿回来 我退款钱包 换个盒给你 那他日后真的来 那你如果说到这样 在电话上 我上次也说了 如果我是那个女人 我就真的会赌出来数 因为这样被人大发 他竟然仍然坚持自己对眼 好了 接着拿上来 我赌出来 我赌出来100包 他说为何这么傻子 那当然被我吵了 以后有没有买我 我不知道 这个客人他仍然坚持说 他在最后走 我们的客人上来 他还说 行了 你喜欢吧 还要像我什么 为什么不可能呢 首先我们看看包装 先把这个盒打开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误会呢 他的包装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就这样数 大家在这里数 一二三四 你只会数到25包 这里有25包 于是你就觉得50包 但是原来是抵达面 大家明不明白什么是抵达面 即是你现在在这里看25包 但是你只能看到其中一包 这一包的一边 它是每一份 因为它太小了 你像现在我这样拿出来 你看看是不是两包 其实这里是三包 抵达面 总之anyway 好了 为什么我说一定没有可能呢 你说如果只有98包 我不敢跟你说 你说有103包 那些我不敢跟你说 为什么呢 我们这些货来的时候 它是有另外一个合作 不是我这个盒的 我为什么要引这个盒 第一要比较好一点 第二要符合香港海关 和商标说明条例 于是乎 我们来到这些货 是要整班傻子在这里 续合拆出来 然后续合放进去 重新backing 如果有一包只有50包 你喝到50包就会少一半 一拿上手你就会知道 你不是少一两包吗 那我们就不会放进去 所以一定是100包的 中间出现很多误会 很多人就这么看 现在你这么看 现在我这么看 大家可以夾了一张图 你夾了一张图 然后你去数 你都会觉得 咦 只有50包而已 但是就因为底褂面 这么简单 这件事其实就不值得这么愤怒 就是这叫六九式 是的 但我最愤怒的是 它坚持说我有数过 你老母 不要假扮这些东西了 哪有可能数过 很多时候我想跟你说 大家 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说 眼见都未为真 有些东西 人家说的东西 你听完 可能是 听一下就算 眼见 有时候都未为真 比如你怀疑 你怀疑 我是女儿 我怀疑阿正 这段时间不知道 是否跟谁走得很密 你的心里也有这一样东西 于是乎 你见到他 走上去酒店 两个小时 下来好像李佳心 那样 你以为你们一定会爆房 人家可能真的在餐厅的走廊 真的在餐厅聊天 你不知道的 就算真的 我说你当然是 男女婚女未嫁 男的死了老婆 女的死了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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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 好了 但是就是因为那种 因为我看到这样 还有错的 你刚才那个男生 那个老友记 和那个上次的女生 在我的电话上 我说真的 你拿回来我帮我帮你也好 你讲到这样 你真的在粉岭出来 是不是正常来说 我可以在想 我都会倒出来 是不是 碧利哥说 倒出来就100包 那麽神奇 我看上去58 倒出来100包 那我倒出来试一下 都会这样 他不是 他真的在那里结果一倒出来 就呆了 我这样说 首先我这样说 我是没有一个客人 炸我形 说你少了 要给我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大部分很善意地 你不要再跟人说是100包 因为只有50包 但是我 老实说我不是 我当然知道 OK 但是跟他们说完 你都坚持 相信他们对眼 就相信他们对眼看得到的东西 我看到你 和Janny在一起 你还不是有脑 有时候 受伤你这样奇怪 不是你看到就是 不要再犯这些错误 首先老实说 买那些东西回去 这些很多网友都会有做的 我相信 那我就不会太责刑 但是我忍不住 我什么都说 你只会数 我应该可以用佩服 你问我 那么大个人 我会加价的 现在我买308 100包 但是我的化验报告出来了 是吧 我连个化验报告 是我们全香港现在市面上 排名第二 我说过 而且价钱便宜得太多了 我会大幅加价的 没办法 真的308 起码是30元 不肯说话 你吃三个月 人家成千元 五六百元吃一个月 好了 另外一件事 记住 眼见未为真 有些事情真的 既然人家说得这么大 是不是你都要 好似我整天挑战人 被人家说得这么大 通常我就立刻不出声 回去看看什么环境 落实了 我便吵了他 大声 要不然就暗饧 就不要撐 要不然 你自己的脚弱 死撐 那些叫死撐 他意思是 意思是 我都没得咬 我说 我吵了你老母 下次你这样拿回来 找我吃 吵了你老母 我就是这样吵了 你知道我不肯使客气 吵了 你这样说 你这样说什么都可以 你这样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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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不知道 拿出来拿上手都知道 不肯定是 重量不肯定 而且你要炸我承认 你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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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我没有东西 没东西 想我又不承认 然后就说 坚决说你是数过 你咬你咬我 你咬我 你咬你 当然要 如果你要上来买东西 我是继续欢迎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